当地时间12号 在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250巡回赛 美国达拉斯战南丹决赛中 中国选手吴义炳苦战三盘 战胜了本土选手伊斯内尔 成为首位捧起ATP巡回赛 单打冠军奖杯的中国大陆球员 晋级决赛的吴义炳 已经刷新了中国大陆球员 在ATP巡回赛上的最好成绩 不论取胜与否都已创造历史 首盘比赛吴义炳错失盘点 被伊斯内尔抓住机会先下一城 第二盘对手一度接近胜利 但吴义炳顽强将比分搬成6比6 并在随后顺利拿下抢7 决胜盘双方再次陷入敖战 在挽救多个冠军点后 吴义炳最终以14比12艰难赢下抢7 夺得冠军 经历三个抢7 在对手整场比赛 发出44季A4球的情况下 取胜后的吴义炳难掩激动 凭借这场胜利 吴义炳的及时排名再创新高 升至世界第58位 此前因为伤病 他的世界排名跌到1000名开外 但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他便强势回归 成为首位捧起ATP巡回赛 单打冠军奖杯的中国大陆球员